那各位呢,写一个hello.c的程式 然后呢,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要去开启命令列 但是在做这个件事之前呢 请你先把防读软体 防读软体一开始好像不会在这下面 所以如果你执行一次防读软体 你就会看到它在下面 然后你选这个其他防护的全自动杀核 这边呢,按设定 把这个启用这个,本来是启用的,你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按确定,那这样子就可以 那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做开启命令列的动作 然后切到你刚刚程式的资料夹 然后打gcc呢,hello.co 我先把这个指形档给砍掉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就是我现在没有指形档 我现在只有程式档而已 好,那我打 我打指令的编译方式 gcchello.c 这是指说用hello.c这个程式当输入 o是指输出 输出到哪里?输出到hello这个 这个执行档里面 因为执行档的部档名是esc 所以它会输出到hello.esc 所以当我这样打上去之后呢 它这个hello.c就会被编译成hello.esc 就出现在这里 这时候你再打hello 这样它就会执行你刚刚的那个hello.c这个程式 那就会输出hello ok 所以各位一定要先做一下这个动作 那有个地方就是各位刚刚的那个系统资料夹没设 那系统资料夹没设 我刚刚已经设好了 所以就没有再重设 那各位呢 你设的时候不要去改这种TEMP 什么之类这种变数 因为那个改了之后系统会出问题 那你一定要改正确 就是我要改的是这个 这个PASS 编辑系统变速的PASS 这里呢 我现在是用这一个路径 其实应该用另外一个也可以 因为用各位 各位现在电脑里面的是那个阿龙福利位 不过我刚刚好像把它砍了 所以我的电脑跟各位不太一样 你一样去 去那个电脑里面阿龙福利位的那个 那个 资料夹 去设定 去找出来 像我这里是这个 你的不是 你的是另外一个 你的是在Program Files里面 你的是在Program Files里面 的 刚刚我已经砍了那个 你去那个阿龙福利位那个找出了 这里 DevCPP Portable 还在耶 所以我没砍 对我真的没砍 所以我可以把它设回去 跟各位一样 好 所以32位元这边呢 我就找出 明GW的这个beam我把它设回去好 这样子跟各位的系统路径就会一致 好那我现在把它设回跟各位一样的 我把这一串呢给复制过来 请注意哦最前面 最前面这里 一定要加一个分号 如果没分号的话 来各位跟前面连在一起 这样就会出错 所以一定要加个分号 按确定 按确定 再按确定 OK 确定完之后呢 你这个如果有命令列的就先关掉 重开一个新的 重开一个新的 这样子我的版本就会变成跟各位一样 都是用阿隆福利位的那个 明GW的版本 那所以我再回去一次 哦 D潮 我是在D潮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一样 我一样把这一个砍掉 先把这个砍掉 好 好 那hello.es1跑出来 好 再执行 一样哦 所以两个版本都可以用 问题根本不在于那个 Devc++是哪一版 好 问题是在于那个 防毒软体 Avast的沙盒 有没有关掉 好 这才是重点 好 所以我们刚刚搞了很久 所以后发现是这个问题 好 那所以请各位今天就是先把这个设完 我们下课时间也就到了 好 那我我去看一下大家是不是 啊 设定都没有问题 那你回家的时候 最好把你的电脑 最好把你的电脑的这个路径也设起来 然后测试一下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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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